你是否曾经因为煮香螺时间不够,而导致口感不够鲜嫩,或者煮过头,让香螺变得过于软烂? 今天,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如何正确地煮香螺,让其口感最佳。 首先,我们要了解香螺的烹饪时间。 一般来说,香螺需要在热水中煮3-5分钟,具体时间根据香螺的大小和数量而定。 但不要担心,我们可以通过慢慢增加烹饪时间来找到最适合的口感。 其次,火候也是关键,过大的火会让香螺煮过熟,过小的火则会延长烹饪时间。 我们可以先大火煮开,然后转为中火,再根据香螺的数量和大小来调整火候。 最后,我们需要注意水质,硬水会让烹饪时间延长,而软水则会缩短烹饪时间。 如果条件允许,建议使用软水来煮香螺,这样烹饪时间更短,香螺更加鲜嫩。 正确的煮香螺方法能让其口感更加鲜嫩,而掌握火候和水质是关键。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,请点赞,分享,并在评论区留言。 谢谢收看。